那我们周末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 提的网站是这个网站 他主要是想要修改这个网站上面字体的大小 图片的间距 那我们看他原本的问题 原本问题就是三个问题 修改三个地方 一个是相关文章的字太小 图片间距太大 分享的字太小 所以我们三个我把它改完 那就是我改完的是这样子 相关文章的字太小 图片间距太大所以改小 分享的字太小改大 那原本长什么样子我们看一下 原本是这样 分享相关文章图片 那他第一个想要改的相关文章的字太小 那我们就来实际改给大家看 对着相关文章上面按右键选检查 所以你的元素是选到这一个H4的HTML标签 那我们在右上角加号按一下 好按了两下 自动带入的是这个H4 点CTBlockTitle 这CTBlock可能是他这个不清楚题的 做出来的class名称 那不管 总之我个人会觉得你只下H4 CTBlockTitle 容易动到其他地方 那有什么好方法 很简单 他上面包的这一个HTML元素的class名称 叫做related post 那related post你就可以很安全的知道 他只跟相关文章有关系 所以我借一下他的class名称 然后加在这个H4的前面 那我们有学过CSS 这个准备器嘛 就是上面往下包 或者是你也可以再加个大鱼 刚也是有选到 而且这样就比较安全 不会连其他 也是H4开头的block blockTitle都被改到 好那在这边 我们就可以下一下方Size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他原本是20pixel 然后方位才是吧 那我们就刚刚是改30pixel吧 实际要改多大就是就看个人喜好 然后我先改大嘛 那大小就按照自己实际需求去调整 风味我也觉得需要改一下 因为标题字嘛 就是一个600 这是我刚改的一个大小 好 不过我刚还改了一个东西 就是他的下方外聚 那这个要不要改也是看人啊 那我我个人会想要改一下 所以我就下个Majon button 然后下EEM 好 那这个EM的单位就是会取 Fone Size的一倍 所以这个EM就是等于30pixel 30pixel乘以1就是这个 那所以他会跟着你Fone Size的大小 来做这个比例 scale这样 好那再来就是调图片大小嘛 不是图片之间的间距 那我对着图片按右键选检查 那这边出现的是一个我们没有教到的东西啊 就是他其实这个东西不是被包在Grid 你看 就是比较新的排版方式有两种 一个叫Grid 一个叫Flexbox 那他都有用到 不过在这里 我们其实我看一下 因 我 点到连结了 我们其实只要看Grid就好了 好那Grid 他这边有一个 你可以看他这边直接就显示 他的Grid是 有 这个Current Gap 他的Current Gap是 Current跟Row Current指的是 横的 应该讲说行 中文应该讲行 然后 这个Row就是 Gap 不是 就是直的 所以 Row Gap就是 我们现在要改到的东西 因为他没有第二 好他没有第二个Row 那所以 他就没有第一个Row跟第二个Row 上下之间的那个距离 所以Row这个我们可以不用看 我们看Current Gap就好了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选择器也很安全 就是City Related Post Items 那我按一下加好 他就带进来嘛 好 然后在这边我们复制一下 这个Current Gap 好 然后我们 他要变小嘛 所以我给他10P走 原本30嘛 我按下10 OK 所以就有改到 他的图片间距有变小 所以这是第二个 改完 那第三个是分享的姿态小 那这边我们先 讲一下 就是 既然他都是同一篇文章 同一个版面上面的标题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一致性 所以我相关文章 它是一个标题 分享也是一个标题 我个人的希望 我会希望 这两个标题字 是一样大 所以我们刚刚相关文章改30 我这边分享也会改30 这是先讲一下我的想法 不过同样的 你看这个分享的class 这个名称 他又是module title 刚次叫什么 block title 这就是module title 这种就是比较 通通用的一个class名称 他不能代表到 我要改了这个分享 所以一样我要去上面借 这一个叫sharebox 这个sharebox就很安全吗 因为他就只是在 分享这里 我们先把这个剪下 然后再回到分享的 majo title点一下 然后按一下加号 其实他原本这里也是 就是照我的想法 你看我这边贴上去之后 是不是就跟他下面 原本写的这个一样 好那我们要改form size 他本来现在是14 我们要跟相关文章 那四个字的大小一样 所以改成30 那风位的当然也要一样 风位 我们刚刚是设600 好那 margin button 我们刚刚是设EEM 我看一下 EEM 好那这个时候会有点尴尬就是 如果相关文章跟下面距离EM是差不多 但是这个分享距离下面好像就有点大 所以我们看一下 代表上面这个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 还有30批手 看起来是没有 感觉外距就是30 不过视觉效果是大那么一点点 实际上可能差不多 下面相关文章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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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里啊 你看他这一个share box 也不对 他这个是外距有上下有5 可是不是在分享的下面 看起来是没有 就往里面看一下 对啊 没有别的东西撑开 好我都是看这个核模型上面有没有数字 好 那如果说觉得分享下面太大 那刚刚那个EEM就可以改小一点 比方说 我们刚刚写的在哪里 这里 EEM这里我们就改的 然后0.8 之类的 好 0.6 0.7 感觉好像比较接近 所以其实 改 版面就是这样 就是慢慢调慢慢试 然后 看一下效果 那另外一个我还 我是有装 这个截取萤幕的软体 所以我可以这样做 比方说 我现在是在截取萤幕的工具里头 那我可以透过他去 抓 这个高度大概是28 好 那我再抓一次 这高度是30 所以我刚刚下 margin button 30 是没有错的 然后再 这个也再抓一次 25 所以刚刚下30 是没有错 只是看起来就觉得 好像大了一点 这个自己斟酌 这个很主观 这个也没什么 我现在改成em 代表这边应该是30 36 对啊 所以的确是比较大 好 那我们就 就改小一点 这样 刚才是0.6 改成0.75 75 0.8 好了 好 这样就差不多了 2930 对啊 好 那就0.8 我个人 觉得这样 OK啊 那我不知道 这位网友觉得OK 所以我们改了标题 两个标题 然后图片的间距 那这个就是复制下来 好 Copy 然后 因为我也没有这个网站的后台 你登录后台 制定里面的 附加CSS 那个栏位贴上去 就OK了 我的轻修改的课程里面有讲 你CSS语法应该要放哪里 有好几个做法 好 那这段影片就说明到这里 好 好 好